不能任意的修正 那接下来就是当今台湾社会支持死刑的民意 一直是占多数的 多次在历次的民意调查里面 支持死刑的都超过了支持废死的 支持废死的人呢 他们觉得反对死刑 反对死刑的人他们认为说 对于重大刑案加害者宣判死刑 只是以暴制暴 试图以简单的暴力制裁手段 来解决复杂的犯罪问题 这不能够发挥教化跟矫正人心的功能 更提出了江国庆死刑冤案来反对废死 但是支持死刑的人 他们认为杀人偿命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死刑有能够发挥恶阻犯罪的功能 那我要请问杨院长的是 死刑他到底有没有违宪 有没有违反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死刑是不是违宪 如果依照既往的大法官解释 他隐谈之意应该是不排斥死刑 反而比较认为死刑应该是一个立法政策 但是当然现在这个死刑 他是不是该去废除有一些时代的一些意义存在 当然理论上就如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有从应报主义的观点 认为应该要维持死刑 那也有从人权保护的一个观点 认为应该要去废除死刑 那因为这个问题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 如果在立法政策上面 那应该要去考量民意 来做一个妥善的解决 那如果是死刑呢 因为他可能就是请成一个 如果有人来申请死刑 那因为他刑逐一个死刑的个案 那我在这边可能就涉及的具体的个案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我就不太好 表示一个太具体的一个法律意见 那像他们所提出的 这个江国庆的死刑冤案 反对会时的这个部分 你认为会不会除死刑跟冤案 有没有关系呢 死刑跟冤案是 会不会冤案那是审判的结果 那死刑呢是一个法律制度 那彼此之间 我是认为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干戈的问题 一个是制度面 一个是法律面 应该是没有干戈的问题 那当然有人是从冤案的角度 认为说不应该有死刑 那我想这个也是就是说支持废死的一个理由 那您要如何来减少或者是杜绝这些冤案的发生呢 谢谢委员要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也很沉重的一个问题 我想每一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一定是兢兢业业 那尤其面对的是一个重大案件 是要判人生死的 那我想对法官来讲 更是压力重大 所以其实这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那个 就是审判的实务上面 就是有时候会被批判 所以为什么不判死刑 因为其实这个对法官 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压力 那如何避免冤案发生 我想就是还是一个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个 法官处理案件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一定是要去 很慎重很缜密的 去进行个案的一个调查 那务必让事实跟证据都能够去充分的体现出来 然后在最后再去做了一个 事实跟法律的函色 再来做一个法律的适用 那如果政府推动汇除死刑的话 您认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如果要废除死刑 在立法政策上面要 配套措施真的非常的多 而且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立法政策的体现 比如说像武器徒刑 或者是自由行等等 它的一种变动 甚至后续的一些监索的一些措施 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整套的配套措施 那这个地方因为牵涉层面很广 那我这边也不好再做一个 更具体的一个立法政策的一个描述 那在这个死刑还没有废除之前 法务部迟迟不签署执行死刑的做法 你认为这样有没有违法失职 在就是在要不要废除死刑 这个议题下面 那我看到的一些著作 或一些理论 就有人是提倡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立法政策没有踩刑之前 那基于目前的那个国际公约 他们是虽然是并不认为说 那个国家没有废除死刑 就是还存在死刑 是一个违反国际公约 但是呢 它的整个公约的取向呢 它是认为说要犯罪大恶极 是罪呢 才能够去判处死刑 那因为我们的 我国的法律目前刑法上面 还有其他的特别 都存在一些死刑这样一个规范 所以呢 理论上面有人认为说 那这个时候行政单位 就可以透过 就是不执行死刑 这样一个制度去达到 就是缓解 等于是这个 是我要废除死刑制度的一个缓解 但是这个制度 合不合适 我想是一个个别政策的一个裁量 外界都认为 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的 这个修法方向 太过于偏重被告人的人权的保障 而把这个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 给忽略掉了 这是外界一致的看法 那请问您的看法为何 你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呢 我想关于被害人的人权的部分 那被害人的保护这一块 我印象中好像在 司法院所提出的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草案上面 它有特别加了一张 关于被害人的参与 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 有这样的一个专解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已经在充分考量了 那个被害人的一个权利 那这个法案目前应该是还在 还在大院的审理中 那我想这个法案出来之后 对于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 应该会更进一步 那在审判实务上面 其实法官也都是会尽量去 让被害人的家属或被害人 有可以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这个要尊重被害人 或被害人家属的一个意愿 那最近啊 有一则新鲜